2020年9月9日光之兄弟群体 东方疗愈法与西方人的灵性特点传导 莫尼克、马修译者、卢颖 问,你们能讲讲菲律宾医生使用的疗愈方法吗? 那种疗法是否要依靠当地的振动才能奏效? 其他国家的人能运用这些方法吗? 比如欧洲人、美洲人、光之兄弟 某个级别的菲律宾疗愈师确实有疗愈的能力 他们的能力会让你们感到难以置信 其实他们只是在治疗时改变了物质 这些疗愈师获得了某些能力 而你们身上的这些能力依然在省睡 那些疗愈方法在世界各地都可以使用 并非只有菲律宾人才能运用那种方法治病 他们只是对于自身的运作方式及精神对物质的影响力有着特殊的觉知 这是千真万确的 这些东方疗愈术在西方很快变成了一种时尚 不过某些疗愈师并未在盛光中行动 而是在欺骗你们 一旦被骗 你们就会怀疑那些疗愈术是否都是谎言 我们要告诉你们的是 并非只有在菲律宾才能进行灵性疗愈 用这种方式治疗某个人时 不需要在那个人身体上进行操作 疗愈师仅仅通过思想 意念就可以完成疗愈 他们做出某些动作只是为了让人们觉得他们很可靠 在印度 你们可以找到一些伟大的智者 他们用同样的方式给人治疗 只是他们不一定愿意出名 与东方人相比 你们西方人要笨拙 迟钝得多 西方人更为头脑化 更多的审静于智力之中 什么都想弄明白 什么都要分析一番 不让自己的内在力量充分运作 也不太信任自己内在省睡着的那些惊人的巨大能力 西方人被过度禁闭在了物质 身体之中 难以获得其他民族轻易便能获得的某些才能 要想获得灵性疗愈的能力 西方人得走过一段很长的灵性路程 得转变自己内在的所有退化力量 得转化所有恐惧与怀疑 假如内在有一丝一毫的恐惧与怀疑 你们都绝不可能获得高水平的疗愈能力 倘若内在还有恐惧与怀疑 你们将无法采取行动 此外 你们的头脑也必须彻底安静下来 那些疗愈师实际上是已经实现自我的圆满的存有 他们能创造许多奇迹 比他们愿意展示给你们看的还要多 他们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 其中有些神圣存有并不属于你们的世界 他们被安排到这里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更快的进化 总之 那些菲律宾疗愈师和很多其他灵性疗愈师 确实有强大的疗愈能力 在未来的新世界中 人人都将能够自我疗愈 那时人们将会了解自身内在的种种强大才能 他们将不再有恐惧 将会信任自己内在的神圣存有 而那位神圣存有将会指引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